自己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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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Wend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你們有看到我後面這些東西嗎 這些東西真的是超級多 我現在要想辦法把它們裝到 我29吋的行李箱裡面 但是呢 別擔心 我有一個寶寶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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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空收納袋 想不到吧 這個東西在回程絕對會派上用場 因為我可以預想到我衣服一定會爆炸多 所以到時候我回來的時候 我會把我所有的衣服啊 然後棉質可以塞的東西 我都會把它塞在裡面 衣服可能都是要洗要躺 所以我就會無所謂 等一下呢 我會把後面這些東西都分門別類 然後用不同的收納袋把它區隔開來 那這次除了帶一個29吋的行李箱之外呢 我還會再帶一個 反布袋當作我的登記包 就是這個蠟筆小新的反布袋 到時候呢 我會把一些隨身物品都放在這個袋子裡面 然後可能會再背一個腰包 也會當作我去歐洲旅行的購物袋 或是隨身的手提袋 裝一些比較沒有什麼 價值的隨身物品 其實我原本打算是 我要帶一個20吋的行李箱 跟一個29吋的行李箱 然後我把所有的東西全部裝進我那個20吋的行李箱 再用箱子吃箱子的方式 把20吋放在29吋裡面 29吋帶去的時候是空箱對不對 但是回來的時候 它會滿滿的回來 這一次呢 我只打算帶一個29吋的行李箱就好 因為呢 我這次打算去法國買一個 龍熊的24吋的行李袋 龍熊的行李袋呢 真的超級大 因為它攤開來大概是半個人那麼高 而且它可以手提然後又可以兼杯 它真的可以把一個人裝進去 真的不誇張 除了可以攤開到很大之外 它收納起來是很小一個 所以它很方便攜帶 然後它又兼具功能性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我這次要去 歐洲的購物清單之一 這個行李袋 台灣專櫃的售價是7,900 但是我在英國百貨的網站看 這個袋子才5,400吧 但是到當地買一定會更便宜 因為還會再退稅 可能買一買我覺得應該是五千上下而已 所以這一次呢 我的心理會非常的精簡 可是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很精簡 那我們開始來分類吧 那我們先從保養品開始 這次呢我帶很多這種試用包 這個是Kiehl's的試用包 就是每月月會員都可以去兌換的試用包 因為我不喜歡出門帶太多瓶瓶罐罐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方便的原因是 因為它用完它就可以丟了 這個也是Kiehl's的贈品 它們的面膜 如果說你習慣用的保養品 它們有出這種試用包的話 我覺得一定要多收集一些 這個對出門旅行我覺得會很方便 然後還有一個膠囊形狀的保養品 這個是德國的藥妝品牌 這個就是開一次 然後可以用早晚的份量 這個我覺得也很方便 所以這個我也會一起帶著 然後我會帶髮油跟罐 因為我的頭髮一定要護髮 不然會很乾燥 就是下面會很毛燥 但是洗髮精的話我覺得用什麼都無所謂 重點就是護髮 這個對我來說會比較重要 引起眼鏡的保養液 爽身噴霧 快用完的眼唇卸妝液 有時候我會直接拿這個眼唇卸妝液來卸全臉 我覺得這個卸了也是滿乾淨的 然後像藥品的部分啊 可以帶你平常比較常用到的藥物 平常可能最常發生的就是皮膚過敏之類的 所以我會帶一個這個皮膚過敏的藥 我要去大概三個禮拜 所以呢一定會用到指甲剪 然後化妝免的部分 如果到時候真的不夠用的話 藥妝店買就好了 其實像這些東西 如果到時候真的你用不夠的話 去歐洲藥妝店買就好啦 而且歐洲的藥妝那麼便宜 這才會賣那麼貴 所以我覺得這個帶不夠沒關係 反正當地買就好了 我是秉持這樣子的原則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帶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覺得 可以精簡我的行李就精簡了 這些髮夾啊 橡皮筋啊 這個是棉花棒 然後這些東西呢 我會把它全部收進去這個袋子裡面 啊 我忘記放一個東西 這乳拉拉 這個也要帶著 你們有發現我沒有帶墨浴乳嗎 其實歐洲超市的生活用品 真的超便宜的 洗髮精墨浴乳啊 可能一歐兩歐就可以買到了 所以真的 你不需要從台灣大老遠 帶那麼重的東西去歐洲 或你需要用什麼 你沒有帶到 再去歐洲買就好了 你的行李 只要帶你平常的慣用物品 就好了 不要帶多 真的不要帶多 再來是電器用品 我現在把它們裝進來 這個東西不能上飛機 所以要拖運 手機呢 帶在身上 用不到 所以要拖運 然後我的拍片工具呢 我都會把它放在這個 英國百貨的這個 收納袋裡面 廣角鏡 裝進來 再兩個轉接插頭 跟腳架 還有自拍棒 相機的充電線 我會把它裝在這個收納袋 這支呢 就把它放在心理箱的空隙裡面 文件類的部分 那這次呢 我帶了一本筆記本 就是車票 還有網卡 一支筆 這是倫敦的牧利卡 現金的部分 就是英鎊跟歐元 的三張卡 是我的護照 還有一卷紙膠袋 那我帶了這個筆記本 紙膠袋跟一支筆 因為我每次出去玩 我都會做手帳 我有興趣可以點資訊卡 這個紙膠袋呢 我都會把它拿來 黏發票啊 或是卡片 名片 傳單 或是一些 我想要收集的小東西 就把它黏在我的筆記本上面 我會隨身攜帶我的筆記本 跟一支筆 可以隨時記錄 當下的心情啊 或是記帳 我習慣去一個城市 會做一本手帳 歡迎點上方資訊欄 進去看影片 這一包呢 是我的火車票 跟 網卡 這次的票都是在K-look買的 我覺得K-look還蠻優惠的 就是票價是隨著匯率浮動的 所以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會買貴 就是你買票據 買什麼套票 你使用之後 你會有一個積分 下一次你要再另外買什麼旅遊票券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積分去折抵現金 我覺得這個是很划算的部分 那你可能會問說 電子票券這麼普遍呢 為什麼我還要把它印出來 那一次我去做歐洲資訊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工作人員跟我說 叫我去把那個 車票列印出來 我們好不容易排了一個小時 已經輪到我們了 結果我又為了那個車票 我狂奔去服務台 然後請那個小姐幫我 列印車票 然後我們又再重排一次 為了那個車票 我們花了一個多小時在等 所以這次我決定 就算就算真的不需要 我也要把它印出來 做足準備以防萬一 備而不用 這個卡是倫敦的牡蠣卡 這個卡就類似台灣的優遊卡 然後他用這個卡很划算是因為 他一天的上限就是7磅 如果說你單次單次買或是付 或是用其他方式付款的話 會比較沒有這麼划算 然後用這張卡一天最高上限就是7磅 然後再來呢 這一包就是我的現金 然後到時候我會把我的現金 就是分開藏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我的護照 這次我帶了三張信用卡 然後分別是兩張元大跟一張中信 元大賺金卡他的海外優惠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非常優惠 而且他在國內刷也是很優惠 在國內刷可以到1.2% 然後國外刷是2.2% 如果扣掉國外刷卡手續費的話 你還倒賺了0.7% 像我平常如果用元大賺金卡刷卡的話 通常一個月都可以折好幾百塊 然後這個分享黑皮卡是我前幾個禮拜才剛辦的 這個卡我覺得非常非常方便的 是因為你在辦卡的時候 你就可以設定你消費到達那個金額 單筆到達那個金額 他就會自動幫你分期 那我帶這個就是準備到時候如果說 我有要買什麼大筆的高單價的東西的話 我可能就會刷這張 而且他一樣有海外優惠 到時候信用卡的部分我就會隨身攜帶 然後現金我可能就會分開放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這個網卡是我在橡皮買的 他還有附我英國的電話號碼 然後還可以免費截停歐洲電話 因為我住宿都是在Booking訂的 萬一聯絡不到那個屋主的話 我還可以用英國的門號打電話給他 然後我準備了一個夾鏈帶 就是裝一些我的收集來的傳單啊報紙啊 或是什麼卡片啊有什麼沒的 我剛忘記講一個非常重要的 現在英國的地鐵可以直接刷元大 他好像還有其他的信用卡可以刷 好像只有兩三間吧 然後元大是其中一間 所以這次呢我可能不會使用火力卡 我會直接刷元大的信用卡 我不知道這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但是我是最近在歐洲旅遊的粉絲團裡面看到的訊息 所以坐地鐵還要海外回饋喔 再來是鞋子的部分 我不會帶太多鞋子 因為呢我的購物清單之一還有一雙馬丁鞋 我必須說在倫敦買鞋子真的超便宜 尤其是運動股 我有預感我這次一定會買超多鞋子 因為上次呢我就帶了三雙 NMD 那時候是一月剛好遇到打折季 所以那時候一雙大概才三千多塊而已 真的超級便宜 去那邊真的一定要買 買越多越便宜 鞋子的部分呢我會用這個袋子裝 收納袋是在淘寶買的 然後就是一個袋子大概可以裝一雙至兩雙左右 再來是獅子巾跟衛生紙 這是我帶了一大包一個隨身包 衛生紙的旅行包 這個是可以放在飯店用的 其實這個東西是可帶可不帶啦 畢竟歐洲的超市什麼都有 什麼都可以買得到 但這些東西有些人會覺得很累贅 更加實力的重量 不要隨身攜帶放在飯店使用 我覺得其實也很方便 就是上廁所啊或是手髒你懶得洗手啊 或是你臨時找不到水龍頭啊之類的狀況 有獅子巾真的會方便很多 這個完全就是看個人習慣 我覺得這個是消耗品 回來的時候這些東西我是一定不會帶回來的 然後這次我還帶了一個 這個MJ的側背包 在前幾個月有一支影片有介紹 有開箱過 可以點上方資訊卡進去看影片 我把這個衛生紙塞進去這個包包裡面 這樣子可以節省一點空間 再來是我的耳環跟項鍊 看到這些東西慢慢的不見之後 我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接下來是我的噩夢 像山一樣高的衣服 如果說你們想要看我帶了哪些衣服 可以點上方的資訊卡 先讓你們大概看一下 襪子 髮飾 太陽眼鏡 墨鏡 我要當睡衣的 然後 它有一個U型枕 這個是到時候上飛機的時候要帶的 這個是睡褲 睡衣睡褲 然後這些呢 裡面有兩件外套 然後褲子還有一些上衣 剛剛被掩埋的帽子 然後一件外套 厚外套 跟一件羽絨背心 是前幾天才剛收到的 淘寶的 我現在要把這些衣服呢 全部裝進去我的收納袋裡面 襪子 然後髮飾 我就把它塞進來 其實一方面 防止 帽子變形 這種材質的上衣 它比較不怕皺 所以隨便摺其實也沒有關係 這也不會皺 它也不會有什麼摺痕 反正就 隨便塞 這個是有點像 雪紡的 所以它也是不怕 不怕亂摺亂塞的 然後褲子類 然後這件外套 是到時候我上飛機要穿的 所以先放旁邊 然後這件呢 比較厚的是 我要收進去行李箱的 好 現在這些呢 是我等於現在準備要裝進去 行李箱的 衣服 現在就是挑戰我收納功力的時刻 啊 輪子在這邊 所以到時候種的東西 我會放在下面 我現在的塞鞋子跟衣服好了 這樣 還蠻會摔的嘛 然後 剛剛這個有講到吧 這個就是真空收納袋 到時候呢 這些衣服 這兩大包衣服 都會剩下一半 我看那幾個月的溫度 大概都是在5度到15度上下吧 衣服並沒有帶的很厚 頂多就是 比較厚的那件毛泥外套 小上風的毛泥外套 還有一件羽絨背心跟法勒衣 然後剩下的上衣類呢 我都是帶襯衫跟短屁 反正如果真的不夠暖的話 我已經打定主意就是在歐洲當地買就好了 我覺得天氣可能就比較類似台灣的寒流吧 所以我的衣服都沒有帶很厚 重新分配一下空間 現在這一半邊其實很滿 但是呢 回程的時候我會用真空收納袋 來收納這些衣服 可能還可以再騰出一半的空間 日常用品的部分呢 回來的時候也會剩下一半 我現在來襯這個行李箱 看它到底有多重 剛剛襯完這個行李箱 重量是45公斤左右 如果再加上手提10公斤的話 大概還有15公斤可以買 那因為呢 裡面還有很多東西是消耗品 到時候回來的話 可能還會再減輕一些重量 所以呢 我大概還有20公斤可以買 那接下來大概會有好幾個月的影片 都是關於我在歐洲旅行的一些相關的影片 那我一樣會用我的手機來拍片跟剪片 只要一有時間我就會努力的剪片 我會盡快上傳影片 跟你們分享我在歐洲的每一天 好啦今天這支打包行李的影片 差不多結束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分享按讚開鈴鐺 想要看更多我在歐洲 即時東胎可以追蹤我的IG 那我們歐洲見囉 掰